等来等去终于要等来这场应该也是一会要开门了 开门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主要是看观察一下 我们大家还是注意力啊 我觉得还是放在书生无用这边的保密上面 还有那边因为他们奶棋确实那边奶棋前一场发挥 确实就是有一点问题 他技能比较省 我们看一下这场奶棋会不会比较果断 或者说有比较亮的地方 因为人总不能一直失误嘛 对吧 他毕竟也是一个高水平选手 不可能说因为一两场就说一下变差了 不可能的 我觉得他肯定还是会 出生无用选择还是用了一个这个 用了这个天赋 就是在哪里要接见 没有选择用那个 这个天赋 你们自行领会吧 我这脑子现在估计 这边满财了大桩 这边散满直接选择骄张了 生藤然后直接打一波伤害选择 在生藤打一波也得 然后直接双阵档波破打奶棋 然后打野德也得非常危险 然后奶棋直接选择开起了翅膀加天锤 这样的话奶棋又吃到一个买腰打DK 哇DK有40%多血 他们这波战争的伤害非常足啊 对 嗯 这边给了一个牺牲 应该这波应该把牺牲扒掉 应该会接着打 这边奶德想 野德吹风吹到这边萨满 应该落地还是要接着打萨满 不过这边直接开化身偷鞋 这边也 舒证无用非常稀利啊 这边提前套出了铁木树皮 吃到了三云野心位移 哎呦被一个拉 不过拉到了好像没拉到拉到 拉到冰环上了 冰环上了 那个冰链上 然后接一个绞杀 这波血不太好 这百分之二十多 斩杀要跳 直接选择后队给力训捷 一丝血训捷 不过那边叫 感觉血有点刷不起来啊 萨满血也很低 对 感觉这边舒证无用 有点崩了 有点刷不了 然后这边萨满只有百分之二的血 战略吼一个季节 季节 舒证无用感觉没有空 给这个自己队友萨满刷血 对象萨满肯定要死了 三线被A残 怎么说要崩了 果然哇 这个 我们看一下伤害吧 这边我们看了一下 战士和这个 曾天萨 伤害太低了吧 对 直接打了对面的一半啊 对 这才打了对面一半 这真的是伤害 这是不是配合感觉不太好 对 我觉得好像是 就是估计那个大壮什么 还是刚上手 刚上估计就是手还没有热 就还是 差点意思 不过刚才舒证无用这边 也是 就是说虽然预判 齐恩预判给了铁木树皮 但是他那波没有树皮 树皮还在转 树皮还在转的话 他也是被三头打的血量 非常非常残 刚才我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都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没有注意 没有怎么注意到 他的徽章用在哪去了 他是说 徽章是用了呢 还是没用呢 我也是没有怎么注意 如果说他 如果说没有用徽章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 那波铁木树皮 还是扛不太住 还是可以选择徽章 对吧 血量下去之后 回头打一波萨满 还是太伤了 他虽然说有深藤 虽然说有那个散度 但是好像 你没空给他加呀 倒是没空给他加 而且萨满的话 其实我直接选择交运徽章 我也没钱 你现在有点火灯嘛 不过也无所谓 但我们这个章也没啥用 对他吃起来直接调了个徽章 对 不过他后面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说满云被打一波也没有 对不好说 反正这个也有可能刚才奶都知道 偷袭了 他估计比较担心了 反正来看这一把 我希望战争这边压力还是要给出来 因为你刚才压力确实给 对面压力实在太少了 就一波打DK压力比较大 也出我们所料 DK那会儿28%的选 不过现在我觉得最好还是 目标还是要放这边的野德和乃琪 但我觉得DK这个 他主要是野德 主要是野德 打DK的话 一个是他比较硬 是个板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能回去 打野德的话 感觉稍微要脆一些 主要是 还是比较好的 这边战争直接冲锋上来 打DK打一波 增强萨也是直接上来打 但是增强萨的话 选择用的是个大宝宝天赋 然后这个大宝宝的话 看会不会一会被人拆掉 不过应该放假的应该不会 这样的话 书中乌用被偷 直接选择交起了树皮 一点没有犹豫 这样的话 打一波DK也得 这边死野的血都非常低 然后这些奶旗 刚要开启这个 吃完要加血的时候 直接被一个冲锋 接了一个混蛋 打DKDK30血 直接开启了一个 直接开启了一个滤罩 然后一直在自己吸 我们可以看到 DK一直在自己吸 加死盾已经被打爆了 这样的话 我看书中乌用这边 选择的是一个 用了一个野心 感觉就有点加不住了 是吧 用野心天赋来加一下 然后战士这把也 换成了一个 逾血分战 可能要多拖一拖 这两个近战 这样的话 看我们看一下 这边也得 被一个双阵挡波和DK 然后他们这两个人 在打谁 他们可能是想对 这个德有想法 但是感觉直接一个铁皮就跑 我说怎么不给你机会 这边马上要开化身量 我觉得这边要一再 拧到这边的野子之后 乃德的话马上就要开化身 要打一波 对 乃德这边手里又是没有吹张 然后手里也没 只有一个树皮 但是手里是没有张的 吹风被断 被断了一个条 看怎么说 啊一个 他一个台风 直接吹一下DK 不让DK摸到他 野德这边化身一拖 这波非常危险 直接给他顶剑 身上有斩杀的 这三拖有没有请脚差 果然接一脚差能不能撑住 不过他血量还好 还没还没还没好 还没好还行撑住了 然后能不能 又被一个拉拉回来 非常危险 能不能加起来漂亮 一个迅捷加起来 但是这战争两个人的血量 都不是非常好 都被A到50下 而且这边野德化身还没有打完 伤害非常足 对 散板开起了一个散动 感觉这边战争的伤害 根本就不足 打不回去这边死也呀 这边奶昔又开了一个翅膀 感觉战争这边要崩了 感觉战争这边要崩了 真的要崩了 真的要崩了 知道满吹 对 战时血量也非常低 对 战时可能又被斩 直接 还好 没被这个野德 又是一个震荡波 但只拍到了一个野德 这样的话感觉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散板身子 集结要掉 散板要死了 舒容工又感觉也刷不起来 散板被挂了一个斩杀 感觉应该是刷不起来了 这边真的 三线感觉已经被A崩了 对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能不能撑到下一个训绩 也很关键 主要是战争这边伤害 确实差距太大 这边战争根本打不出 对面死也极一点点压力 对吧 这样的话 感觉 吃达跟满财 这边散板要死 那这样的话 吃达满脚杀 对 散板应该要死了 我觉得这个 感觉跟 好像跟西洋的 就是说散板配合的时候 对 确实差距还是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伤害战士只打了290万 增加310万 而对面 杰德都打了410万 杰德打他们全场最高 410万 敌K打350万 我觉得打法也有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 真打这个 打这个 他们为什么要打 他们的敌K呢 我也没有看懂啊 因为 你打敌K 敌K的是 对面最硬的职业 比乃琪还要硬 你选择 你留两个脆 对面最硬的